这一节的嘉宾请来英皇证券研究部总监陈感兴 Stanley 你好 Hermann 你好 我们今天这一节就是讲港铁 其实早在特首宣读施证报告之前 已经有消息报道说 港府建议港铁申起三条铁路 所以见到这个股价图 今早港铁的股价就是上午已经是越升越有 都有些偷步的升 一度就升成4.5% 高见过45.75% 来到现在还涨3% 45.75% 虽然它之前做的沙中线项目 都要一再延期 暂时未知何时可以 迈到尾可以开整条线 但始终政府要多些公营房屋政策 又要发展新区 所以政府邀请港铁 研究兴建三条新的铁路线 希望可以早日动工 既然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说今天港铁的股价升 是这三条新的铁路项目的概念 还是听到施政报告 当它是地产股 一次过升了 也有 我想两者都有 你说炒一个新铁路线的概念 其实都是叫做借小消息 因为始终港铁的股价 近期来说都比较沉 如果稍有一些正面消息 其实都会有些买盘出来 甚至有些补仓盘出来 至于你说看那三条新的铁路线 其实都不是很大型的项目 都是一些延线 在现有的铁路线里面再延伸出来 所以你说真正是帮助港铁 在盈利上 我相信未必是这么大 而且都要几年时间才能营运 所以我觉得单是这个消息 并不足以令港铁可以持续 所以就上去 始终都要看整个地产环境 和核心业务的营运 即客运、广告各方面 去看它 都不知道是否几年可以营运 又延期又超资这些项目 讲解这三个消息的新的铁路线是哪几条 就是一条叫北环线 即是在北区上水鼓洞那边 就连接这个錦上路和鼓洞的北环线 亦都有屯门南站的一个屯门南的延线 以及新增一个东涌西站 就是东涌线的一个延线 但听下去 这几条线是新界区 一些新的发展区 但是听下去新增的车站不多 它不是整条新的线重新起过 它一些现有的线 Extension多一两个站出去 会不会规模、效益 或者带来帮到整个收入那些 未必有这么显著的效果 因为计算下去 几个车站 分分钟连条南港都线 有个黄竹坑车厂都不如 会的 要看看到时的延线规划是如何 以及有没有一些上海的物业发展的空间 等等这些去计算 例如观塘延线 由第一燃到黄暴 其实黑的流量不是认真多的 所以对港铁的收益 其实未必有很大的帮助 反而说这些延线内 有没有上海的物业可以发展 这个有何文田 何文田有 所以有数据计 但是这三条延线 是否有这样的潜力去看 这个就要再计算 初步来说 其实市场也不会寄予太大的厚望 在这三条新的铁路项目内 都会继续看着 未来社会局势稳定 以及经济、地产、行业发展 会不会有稳定下来 才会对港铁会带来 比较强的一个帮助和刺激 是的 因为这几个古洞暂时未发展 还是一片荒谬的地 屯门南也是比较偏僻 以及东冲西也是交野公园 现在建立公屋的范围 其实政府之前有五个项目 是想要建议的 有个建议交给政府 由港铁交给政府 但现在政府只是建议 其中这三个要快点上马 但其余那两个 未说叫它快点上马 才是一些大规模的发展项目 那两个是东九龙线 这些市区的线路 连接钻石山至宝林 会新增车站 采云、顺天、秀茂平、宝达 这些有很多屋邨在 很多人住的地区 另一个是北港岛线 连接香港和北角 新增车站包括天马和政府总部写字楼 和铜锣湾北都是一些很发达的市区 那是否这两个才是肥猪肉 要这两个上马才是有钱赚的 如果单看刚才那些站 特别是港岛的东线 那些站的价值就很高 铜锣湾甚至金钟那里 都在近海 这些铁路线 上海贸易发展的潜力就大 那变成了对港铁的潜在资产 那个价值的提升 是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那我相信就 刚才教主之前提到的三条沿线 其实那个刺激性没有那么大 如果你说真的可以落实到 这两条是近市区 或者市区边的铁路沿线 就会好很多 那这个对港铁的股价的刺激 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这一条是在来的 我相信这一条是非常好 很高的帮助 这是一个人组的预备 我相信我 现在的地上是非常好 这个人组的股市 这些人组的股市 这些人组的股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